为提升本县摄影艺术文化深入民众生活 澎湖县摄影学会于111年5月12日起 在湖西乡公所二楼举行会员连展 展出将近50件的澎湖各地优美摄影 澎湖摄影学会会员连展 在湖西乡公所共计展出国内外摄影作品50多件 每一幅都是会员辛苦的作品 澎湖有一个特色比较是景点的 所谓说美景还是一些面景都是偷我们去 我们肺炎里面有空都倒置它 所谓澎湖的天涯海角 每个里岛都去过 所以这次来看大部分是以澎湖的风景为主 是 展出了多少内容 差不多50幅多一点 50多幅 像你们平常在拍这样的画面是怎么拍到的 所以你要拍这画面 他不是说有时是可疑不可求啦 还要看那摄影者他有没有那种热度有没有那毅力 所以有时要找到一张好的照片 你有在那边等好久 你看上面没有云云 你会在那边蹲在那边等到我去玩就会跑过来 等到云过来 还要夕阳等到太阳夕阳 还要拍一个照片都是很辛苦的 每年澎湖县摄影学会都会举办多次展览 展出会员摄影展 参展作品都是经过严格评审后择优的会员作品 内容包罗万象 有社会人文 自然景观 民俗节庆 动物生态等等 陈理事长期待透过学会多元化的展出内容 给予更多朋友知道生活出处街风景 每一次的快门都是对世界的拥抱 结诚欢迎各界人士 历领欣赏 记者 陈荣郁报道